中国帝大物博 中华民族也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前年来经历过无数次朝代的更迭 因此在这块大地下 有着许许多多的帝王将相墓 为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 他们往往在下葬时会放入很多珍宝陪葬 这也成为盗墓者青睐的对象 中国帝王将相墓 十墓九宫 足可见盗墓贼有多猖狂 但在中国 有一座帝王墓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连秦始皇孙权等人都束手无策 这就是春秋时期无国君主和驴的墓 位于江苏苏州昌门外 虎丘山下的剑池水中 和驴作为无国的君主 他广纳各地人才 甚至还任用原楚国的大臣吴子絮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努力 吴国曾一度称霸南方 但在最理智战时 和驴因轻敌而被击败 他本人也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他死后 由儿子夫差继位 当时夫差未给父亲修建墓地 真调数万民工 穿土凿池 历时三年才完成 因和驴生前很喜欢宝剑 因此夫差用三千把宝剑 一起放入父亲墓中陪葬 这便是剑池的由来 后来到秦始皇时期 他听闻和驴墓中有三千把宝剑 便派人来寻找 但最终也是一无所获 此后项羽孙权都曾来寻宝 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新中国成立后 考古专家用现代化技术 将剑池内的水给抽干 竟发现了唐伯虎王敖的手记 记载着在1512年 剑池的水曾干枯的情况 在清理完玉泥后 专家在一块岩石中间 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洞穴 这让在场的人很兴奋 进入洞穴后 还摸到了三块长方形的石板 专家猜测 这就是和驴墓的墓门 但在数天后 考古专家准备搬开 这三块石板一探究竟时 上面却通知要停止挖掘 理由是 如果继续挖掘 会影响池边虎丘宝塔的地基 最后 专家只能作罢 和驴墓的谜团也未能解开